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网的杨梦依 欢迎回来 本日から我们继续来学习NR 红宝书 词汇金奖的第16单元的练习 第2个部分 13番から 在全新开发的素材当中 有防水功能 应该是个功能吧 防水功能 1个 描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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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 騒ぐ 騒ぐ 这种字形式表示 是非常的喧闹的 很吵的 喧闹 吵的意思 描く 比如说 图书館では騒ぐな 騒いてはいけない 不能够在图书馆里面吵吵闹闹 笑什么话 描く 三番 叩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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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く呢 其实它的轻重啊 要看 俱意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敲门 也可以用叩く这个词吧 ドアをどんどん叩く 这个是比较轻的 敲门 或者呢 比如说我看到有认识的人 所以从后背呢 拍了一下他的肩 从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 这肯定不会很大力的 从后面拍下他的肩 比如说肩 肩が後の人に叩かれた 被后面的人拍了一下 那么其实叩く呢 除了小力的拍打 敲打之外呢 他也有大力的揍 揍某个人 也有叩く 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 敲了他几下屁股 这个力道呢 可能比敲门的力道要大一点 也可以用叩く お尻を叩く 四番 弾く 解释成 排斥 弾く 弾く 排斥的意思 所以这里应该选择的是 弾く 新开发的素材当中有防水功能的素材 防水 防水功能 这一项功能 十四番 国際市場の変動の 何々が 次のグラフで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 国際市場变动的 一番 パターン パターン 是一个 就是一个 形式 模式 二番 パジャマ 睡衣 三番 パチンコ パチンコ 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项赌博 小缸珠 四番 ハンド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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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表示方向盘 就是我们开车时候的方向盘 叫做ハンドル 所以照片应该选择 一 パターン 国际市场变动的一个 形式已经在下列的表格当中 图表当中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了 十五番 大量の化学廃棄物が海洋に陶器されていることを考えると 何々思いがする 陶器 陶器 一番 慌ただしい 是什么意思呢 慌ただしい 是很匆匆忙忙的 很忙碌的 很忙碌的 比如说 慌ただしい毎日を送っています 现在呢 我过着非常忙碌的每一天 慌ただしい 二番 いやらしい いやらしい 是非常下流的 いやらしい冗談 非常下流的那种玩笑话 三番 にくらしい にくらしい是很憎恨的 にくらしい よんば はだざむい 分開来看 はだ 是肌肤 さむい 是很涼的 はだざむい 是毛骨悚然的感觉 毛骨悚然的 ぜひどうても 比较合适的 应该选择四 はだざむい そこにくらしい 大量的化学 废弃物 都被 投入 在海洋 当中 我就感到 寒儿に 覺得非常的 毛骨悚然 十六番 じゃあまたね と言って 別れたが ふたたび 会えるのだろうか ふたたび 再一次 再び再一次 一番 たいして なになに ない 什麼意思呢 并不那么的 比如說 たいして 気にしないよ 并不那么在意よ 一番 はた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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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詞は 常常会在哪裡 聽到呢 常会在哪裡 聽到呢 比如說 這部電視劇 日本電視劇 日本電視劇 比如說十一回 放十一集的 對吧 最終一回 之前呢 他會有很多宣傳篇 說 最後大結局 到底會是怎麼樣呢 究竟會是怎麼樣的結局呢 男主人公女主人公 會不會在一起呢 結果は 果たして どうなるのか 果たして 終究最終會怎麼樣呢 到底會怎麼樣呢 果た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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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番 せめて 後面經常會用 何々たい 表示這個人最低程度的願望 せめて 比如說 せめて 休日は家にいたいよ 我呢 至少至少 雙休日我想待在家 平時再忙再忙就算了 我雙休日想待在家裡 輕鬆輕鬆 せめて たい 用吧 かいて かいて解釋成 反而 反而 比如說 這本書呢 本來我也沒覺得什麼 但是呢 大人偏偏不許我打開 不許我讀 但是呢 這種行為會導致我反而更想讀這本書 かいて読みたくなります かいて 読んではいけないと言われて かいて読みたくなります かいて 反而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第16道題目呢 比較適合的選項應該是選擇 應該選擇 果たして 一般呢 我們在 跟對方告別的時候 還會說一句 じゃあまたね 那再見囉 會這麼說一句才告別 但是 究竟會不會再見到呢 十七番 その短編小説は 作家の想像力を十分に 何々して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る 一本 三言演成 発言 三言 二本 八回 読み方は 発揮 三番 發言 念成 はっこ 四番 發聲 念成 はっせい はっせい 發聲 所以 一二三次 我們應該選擇的是 發揮 はっけい はっけい 那篇 那篇 短編小説呢 那本短編小説呢 其實 它是一部 將 將作家的創造力 充分發揮 而寫成的作品 發揮 はっけい 十八本 とじは 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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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の差が 何々かった 過去式 因為它下面四個都是形容詞嘛 所以 異形容詞 所以かった 異形容詞的過去式 當時啊 貧富差呢 確實是非常顯著 非常大的 一番 怪しい 怪しい 是非常可疑的 二番 悲しい 悲しい 很可悲的 三番 眩しい 眩しい 很耀眼的 很惶眼的 四番 花花だし 其實寫上漢字呢 它有漢字的 花花だし 很甚的 程度很甚的 當時 貧富差距啊 是非常顯著的 一二三可能都不知道 應該選擇的是 第四個選項 十九番 あの映画はたくさんのスーパースターが出演してすごく 一番 鮮やかだ 鮮やか 比如說 我每天結婚儀式啊 吃人家喜酒的時候啊 我穿了 耀眼一點 穿了顏色鮮豔的衣服 鮮やかな色の服を着ていく 鮮やかな色 鮮やかな服 非常鮮豔的感覺 二番 爽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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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やかな五月の風 一面吹來一席風 是非常清爽的一陣五月的風 五月份的風 或者呢 我看這個青年啊 爽やかなてえ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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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看起來非常清爽的青年 三番 華やか 華やか 非常華麗的 非常華麗的 華やかなけっこんすき 有非常華麗的風 用吧 なめらか なめらか なめらか呢是表示非常平滑的 比如說 なめらかな肌 非常平滑的肌肤 所以這裡呢 我覺得應該選擇的是 華やか 陣容非常的華麗 陣容非常華麗 那部電影呢 雲集了非常多的巨星 巨星啊 非常的 陣容非常的強大 非常的華麗 二十番 なになには三本の得くといわれるが 私には難しいことだ 都說呢 早起三分立 但是對於我來說啊 太難太難了 早起 一 なにかしら一 早起 原住所說吧 早起は三本の得 二番 早め 睡だぞ 三番 說話快 はやくち 說話快 或者嘴快 はやくち よま はやあし はやあし 走路非常快 走路非常快 是行方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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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1番 我在看儿子比赛乒乓球的时候 我经常是以一种気持で 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呢 是以一种非常忧虑的 一边忧虑着一边迟到的心情在那里看 这说明儿子可能能力 乒乓球的能力也不是很强 1番 生机勃勃的 生机勃勃的 生机勃的 2番 清人和星星呢 星がキラキラと輝いている キラキラと輝く 輝く 3番 花花花花花花花就非常忧虑的 很担心的 4番 吐き吐き 吐き吐き 非常的爽快的 学生们回答老师的问题呢 回答得非常爽快 从这里我应该选择的是 3 我看儿子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一直是一种非常忧虑的 祈求祈祷的心情在看 22番 我经常在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会这么说 这份小心意请 来收下吧 これはつまんないものなんですが どうぞ 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 どうぞ 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 伸手去接 受け取る 2番 近寄る 近寄る 的感觉 やる気満々 4番 横切る 横切る 横穿的意思 横穿的意思 他最近升作科长之后呢 每天都干尽事质量 23番 翠先生 彼に有罪と言う 判决吧 判决がくだされた 判决がくだされた 就在上周呢 终于法庭判他有罪 1番 判断 念成判断 2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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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番 3番 聘派 念成 非行 非行 用法 判决念成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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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正しい答えは 4番 になりますね はい 24番 ATM ITMからは 1日に2万円まで現金を 7日ことができる 1番 引き上げる 1番 2番 2番 3番 3番 2番 3番 3番 引き出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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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抽出来的意思 拉出来的意思 就像 它的名词形式 引き出し 就是抽屉的意思 抽屉的意思 就是来自于引き出す这个动物 4番 引き止める 也是 他动字形式 比如说 上去 拉住 或者说 券阻 都可以用这个字 引き止める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答案还没说 应该是选择3的吧 从ATMG呢 一天可以 取2万块 现金 25番 作品を完成まで あと 1番 一期 一期呢是一口气的意思 这个一口气比如说 我呢把 三瓶啤酒一口气喝了 一期に ビールを一期に飲み干した 把三瓶啤酒都喝干了 2番 一期 一口气 一口气 这个一口气呢 就真是难了 还差一口气 离完成作品啊 最后还差一口气 3番 タメイキ タンチ タンチ ユウマ ナマイキ ナマイキ 非常的 比如说 那种 带有点韧性吧 ナマイキ 很狂妄的样子 ナマイキ 所以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好 每一作品完成 还差一口气 好 那这部分的练习呢 我们就先说明到这里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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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